报复手段影响 包括了台股在内 亚洲股市今天是全面惨跌 国际油价跟黄金进一步的被推升 美元成为了强首货 亚洲货币又加速贬值 伊朗疑似遭以色列攻击 民航机紧急改道 不飞过伊朗领空 德黑兰当局一度下达禁飞令 随后解除恢复航班正常起降 不止伊朗受到震撼 全球金融市场也出现大震荡 欧股周五开盘主要指数都下跌 亚股也是下坏 台股盘中一度跌破千点 中场收在一万九千多点 日股开盘狂蟹一千三百四十六点 另外韩股暴跌近百分之三 是今年二月以来首次跌破两千五百六十点大关 港股最低也跌破一点六万点 这钱再度涌入美元 韩币对美元扁到一千三百九十韩元 日币又改写三十四年新低 一度逼近一百五十五日元关卡 尽管没日韩三国财长才说 可能介入干预还是没止住贬视 油价也在消息传出后进一步被推升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飙涨超过百分之四 布兰特原油每桶达到九十点七四美元 黄金也跟着攀高 期货价格每盎司两千四百一十美元 一度接近历史高点 担心以色列和伊朗战事扩大 全球投资人都度过胆战心惊的一天 TVB的新闻都不倒 好 就继续带您来看的是 今天台股大崩跌盘中一度狂蟹了一千零九点 最终重挫七百七十四点 以一万九千五百二十七点作收 对此分析师表示 前半场的大跌是因为台积电盘中 受中东政治局势的影响 才会一度狂蟹这么多 台股在台积电中东局势的双面夹击下 大崩跌中场重挫七百七十四点 以一万九千五百二十七点作收 摊看一看 十九号一早开盘跌破两万大关 约九点四十分左右 因台积电跌超过七百点 没想到却一路探底到了十一点零二分左右 传出以色列飞弹击中伊朗据点 导致台股盘中狂蟹一千零九点 最后法人基金逢低进场稍微回弹 今天大概已经跌到一个短线的满足点了 周四台积电法说会后 法人分析半导体复苏不如预期 让周五台积电股价一度掉了五十八元 最低来到七百四十六元 最终跌五十四元收在七百五十元 今天其他产况大跌 被认为真的是黑色星期五 譬如说AI晶片的产品 能够来填补这个订单的缺少 所以看起来这个法人 对他的这个法周会的内容 不是很满意 即便台积电看好AI发展 但AI股还是被拖累 尤其未因跌幅最大为百分之七点四 台股绿油油 但在航运股长龙 杨明万海 以及小型的域名 惠杨逆势上涨 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冲突扩大的话 不管是你是邮轮 或者是一般的这种货柜轮 那么可能这运费都会上涨 零四一就台股创收盘 最大跌点成交量爆出七千亿大量 外资大坎八百五十七亿 创下史上第二大卖超 另外会市也大逃杀台币 重扁进两脚 最低下探到三十二点五七四元 写下八年新地记录 提别新闻 杨清彭思纯台北采访报道 而今天总统蔡英文 则是授予最高荣誉的中山勋章 给台积电创办人张周谋 感谢她六度参与APEC经济领袖会议 除了是伟大的企业家 更是请义国政的好友 而张周谋则是当着准总统 赖清德的面喊话 台积电面临资源挑战 恭喜总统首须 总统蔡英文亲自颁寿 象征国家最高荣誉的中山勋章 给台积电创办人张周谋 感谢她六度代表 出任APEC经济领袖会议 谈到这位好朋友张忠谋 让台湾站稳在世界舞台 眼看政权即将在520交棒 准政副总统赖清德 肖美琴一同管理 总统也作囚评与赖清德摇耳朵 赖清德主动上前与张忠谋举杯寒暄 其实在一进门 赖清德就把握机会 也让张忠谋喊话 需要政府协助 毕竟在地缘政治变局下 在三号发生了花莲强震 也让台积电部分厂区 第一时间疏散暂停生产 但扮演全球百分之九十的 最先进制程晶片 在没有任何有效的替代厂商下 一出现短暂停顿 都有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 美中台的晶片站怎么平衡 是赖政府上任后的一大挑战 第四波的内阁名单公布 其中气象专家彭启明将接任 环境部长最受到关注 相信我们在此资论记者邱婉柔 气象达人彭启明将接下 环境部长一直被视为是 追拨的内阁人士亮点之一 而就在记者会宣布的同时 彭启明自己也在脸书上面发文了 他自己就说他会在520前 请辞天气风险管理公司总经理 一直也会辞去大学的教职工作 另外在脸书中他也提到了 虽然自己没有政治经历 也没有政党属性 但他的个性就是过去部分党派 只要有咨询的话 都会很乐意的提供建言 这也是他不变的态度 所以未来将会定期直播报告 这环境部做了什么 未来都会尊重专业 而且公开透明积极的推动开放的 另外他也强调了 政治路不好走 但是他也愿意承担挑战 一向经历他就说 其实做这个决定之前 他是天人交战斗 那所以未来禁令之外 和环境的问题 是全球化在地化的问题 如何让每个民众都会有感觉 空气更清新 喝水更安全 当然塑胶少用一点 让生活更安宁 这也是他未来上任以后的 受要责任 想听彭启明报气象 可得把握机会了 因为520后 他将有个新身份 环境部长 但彭启明也坦言 就为此不知道自己能带多走 只是来自产业界的彭启明 环团对他的接受度高嘛 尤其不少环团人士 是直呼跌破眼镜 听起来彭启明已经准备好了 不过这人事任命 现在也被外界点名 是不是赖清德的报恩 因为2019年的蔡莱初选 彭启明不只加入赖清德智囊团 还被拍到进出赖清德的办公室 另外赖清德也频频登上 彭启明的网络节目 这回彭启明入阁 被视为黑马 不少人几乎意外 却又不太让人意外 7月新闻无愧烟气宽柔台报道 前间国造专案小组召集人黄曙光前天发出了请辞声明 现在又有最新内部信件内容外泄 其中提到黄曙光曾经亲自写信给美国厂商催货 说因为海昆号潜望境 没有办法在2024年1月抵达 将会影响到验收测试的时间 跟其他外部厂商的合约也会受到影响 国造潜见海昆号正在驳岗测试中 希望民国114年交界 不过现在专案召集人黄曙光递出辞城外 网络媒体还爆料一封黄曙光亲自写的内部信 内容写到黄曙光曾寄信给前美国海军代理部长 现任航太美商资深副总裁孝恩 开头以1979年班同学拉近关系 后续开始抱怨说因为贵公司 没办法在2024年1月准时交付潜望境 将会导致我国舰国造验收测验延期 进而影响我方和外部供应商的合约纠纷 只是对方怎么回应这封信无从得知 但先前的确有传出因为潜望境延迟交货 导致无法在520前交界 只是这内部信件又怎么会流出 政府没有下定决心去查查这些泄密的来源 所以将来有心爆料的人一定会见烈欣喜 所以将来泄密的事件更会层出不穷 根据网络媒体报道这封信是机密内容 但据了解这信件内容没有提到机密资料 只有催美商快交货那问题来了 此封信件现在流出目的又为何 越想掩盖其实就越多人看不下去 相信后面的爆料也会越来越多 虽然现在这个专案办公室的书信被披露出来 我们如果说没有好好的去面对去解决 后续可能还会有更多更大的问题也会被披露 面前有黄书光领导的浅见国造专案 看来就算辞了召集人 话题还是会继续 总统之前视察宪兵特勤队的营区 那里的官兵负责反恐跟位数中枢 分分不能轻易对外曝光 可是总统府的摄影官如今被指引上传的照片中 县特官兵的姓名职称跟位阶清晰可见 总统府中的精英部队说的其实就是日前视察的县兵特勤队 但现在总统府就被质疑 有没有让县兵特勤队人员的敏感身份被曝光 总统15日视察县兵影区历经心安专案后的翻新成果 总统府摄影官透过Flicker上传的几张照片 这位跟总统合影的左手臂的臂章正式县特对挥 职位是副分队长摘掉的姓名条 但这位副分队长其实就在另一张照片的右下角 而右手边三排的官兵对比其他人 左手臂都有县特臂章 每个人的姓名 职务 关接 例如特警士 副区队长 副分队长等都清晰可见 我们看到国外一些特探部队的 或者说甚至像警方特警的单位 他们有时候会就是会马赛克他们的脸部 其实他的目的是要保护他的个人 因为他们要冲锋陷阵 总统回应当天拍摄前都已确认 当天跟总统合影的先兵人员 任务性质非第一线机密人员 这个倒是不牵到机密 而是在于说我们在一般的特种部队来讲的话 这是牵涉到他们个人跟家属的一些安全性的问题 如果人家可以认出来你是谁的话 那可能会查出来你的家住在哪里 你的家人是谁 那这个可能会稍微危及到家人的安全的部分 县命特刑队负责反恐捍卫数中书 过去的演习或媒体邀逢都会蒙面或戴上墨镜 让身份无法轻盈辨识 就算是为了国庆大典表演 三大特刑队合体 县兵特刑队陆军特刑队 以及海军陆战队特刑队身份同样保密到家 毕竟小心为上策 再来看这个数字 各县市长的网络声量谁最高 再把时间交给婉容 来看全台县市首长的网络声量排行 第一名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不过这声量不是好声量 他是因为这个保姆虐童案 保龄茶室中毒案 以及台志光的监视器案而入榜 而第二名的谢国良 同样也因为负面争议 因为这个东岸商场的产权争议 让他自己陷入了罢免风暴 第三名是台中市长卢销燕 因为他被视为是国民党 2028的总统参选人热门人选 第四名侯友宜同样都是国民党籍 不过他不是因为个人而冲高声量 而是因为这个新北捷运环状县 在这次的地震受到了影响 第五名高雄市长陈其迈 同样也因为花莲地震 不过他是因为捐助花莲救灾 而且捐出了一个月的薪水 要来帮助当地的灾民 第六名的高宏安 同样是负面争议的 因为他涉嫌诈领助理费被网友关注 再加上最近案情又有新的进展 第七名是桃园市长张善正 最近是因为治安问题在网络讨论度变高了 再加上他的医院以及分局慰问 行出要查办到底的 第八名的台南市长黄伟哲 则是因为最近的红球登陆台南计划 引起讨论 而他也是所有人当中好感度最高的一位 而这样的结果台义大教授赖祥为自己分析了 蒋岸跟卢销燕表现其实算是蛮好的 而且都有问鼎总统的实力 所以几进前三名很合理 至于基隆市长谢国良 当然就是因为东岸广场的事件掀起了争议 所以让他的声量再度飙高 至于高鸿安是因为诉讼案正在审理当中 能否全身而退讨论度自然很高 但是他也是非六都市长几进前六名 还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拿起手机扫描旁边的QR Code 杂入TVBS新闻APP 更多的及时讯息带你一手掌握 台北捷运公司编列4.5亿预算 更换多元支付的刷卡闸门 可是传出因为苹果不愿意授权 苹果手机的使用者仍然没有办法 以Apple Pay进出捷运站 悠悠卡公司只好在系统完成整合前 先将就推出一张350元的iPhone贴纸 作为近战工具 可是价格让一元支付吓人 果明川用悠悠卡贴 一元支呼价格吓人 北捷2023到2025年砸4.5亿预算 换多元支付的新闸门 但果明仍无法用Apple Pay刷卡功能 我是果粉 但是我又有悠悠卡 我不能用 我还是只能用悠悠卡 结果我有悠悠卡 那我再贴这个贴纸贴到这里 那我不能拿到悠悠卡就好了 我想跟苹果的协商 我们会来努力 协商卡官传出是苹果 不愿授权Apple Pay给悠悠卡公司 但北捷强调4.5亿没打水漂 闸门到一定年限就得泰换 但北市府要协商的还有这 最快时速可达25公里的U-bike 电斧车 北市议员刘采薇差点杀不住 骑进台北却发现要上路 双北法规不同步 刘采薇骑的人车共道 北市规定包含自行车道可以行驶 不过若电斧车跨进新北 则禁止在人行道 人车共道 否则可处1200元以下罚还 所以我觉得在法规不一致的状况之下 很有可能大家骑到新北 就忘记不可以骑上去 然后可能就导致被罚 法规一致的话 我想对于这个民众 在骑起来的话 应该是会更加方便更加便利 相关的管理规范上面 我们都会持续的沟通交换意见 然后之后就会有相关的一定 所以这个部分本来就一定是要 跨现实的沟通 一台电斧车双北规定不同调 还没引进法规先让民众补杀杀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